哎 爸小妹你们来了快请进 哎爸你的手怎么了 嫂子我哥呢啊你哥在屋里呢 爸快进屋 哎爸你的手怎么了来快坐 哥我今天带爸过来呀 就是让他常住的 常住 咋爸在你家不是跟你结束孩子吗 再说了小宝才三岁 那以后怎么办呀 爸这不是手受伤了吗 他接不了孩子 更送不了孩子 我还得照顾他 咋爸的手受伤了 你怎么不带他去医院呢 去医院 换你去去干嘛 在家里痒痒就好了 就是大惊小怪的 我不是给你咋把烧保险的钱吗 去看看也花不了多少钱 万一改了怎么办呀 爸我带你去 哎哥 你别去了 我给小宝交保险了 啊 你把钱给小宝交保险了 你怎么晓得呀你 我这不是想着 小宝年纪小 比较顽皮 磕磕碰碰的 预防一下 谁知道爸 年纪这么大了 还摔跤 手还能瘦少 那还不是因为咋爸给你哄 还是把手摔伤的 你自己做的 要自己尝果吧 哥 你那么有钱 你照顾照顾咱爸 怎么了呀 再说了 我每天又接孩子 又上班的 我已经很辛苦了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儿子 你们是亲兄妹 算那么亲干嘛呀 我是不是你爸呀 你就也真正看着我不管吗 哎呀 爸 怎么会呢 爸 你就在这儿好好住着吧 我和强子呀 会好好照顾您的 爸 走 我们带你去 儿子 这是我的手 是彻底好了 爸 您这上京动鼓一百天呢 您这岁数也大了 可得注意一点呢 我知道 儿子 你今天就不用上班了 你把我送到你妹妹呢 爸 你就在我们家住的吧 我跟雪峰 要不是不照顾你 不行呢 你妹妹她家里忙得很 我去给她搭把手 爸 听说你手好了呀 我是特意来接您的 哥 一会儿你开车呀 送我们一下 对了 哥 你再给我拿五千块钱呗 你拿五千块钱干什么呀 给爸买保险啊 这买保险 也约不了那么多钱吧 爸这刚好 不得拿营养品供展 再说了 你这当儿子的 这钱呀 就应该你偷 我是当儿子的 并不是当原大头的 哥 你生意做得这么大 这么点钱都舍不得出 你不怕别人在背后 戳你脊梁骨吗 亚厉 怕戳脊梁骨的是你爸 爸给你带着孩子 生病了 你一脚踢开 现在好了 你又接回去 我给爸养着烧 爸给你打着工 最后还得我出钱呗 哥 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 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呀 亚厉 你但凡有一点感恩之心 你哥也不会这样 你把现在所有的一切 你都当做了理所当然 你一句 你苦 你难 全天下的人都得给你开绿灯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嫂子 你们那么有钱 能有什么难处啊 我们家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不是大方挂来的 这段时间你少知道过咋吧 这一辞职 这件职场 然后就冲头开始 刚刚升了主管 这社会 什么时候撤了你穷 你有理 我父 我活该啊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我哪都不去 就在儿子家 压力啊 等爸老子干不动的时候 你还得把爸赶回来 所以啊 我哪都不去 爸 我可是你亲闺女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应该向着我呀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压力 我看咋爸一点都不糊涂 你要是想全力共享 就得义务共担呀 压力 你不要觉得照顾姥姥 儿媳是应该的 小夫的时候 而且是为了 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由于改唱 你在唱别人的时候 点亮点亮你自己 是不是那个位置 压力 我们做人呢 千万不要只看见 别人的黑 而看不见自己的黑 这样时间一久了 在你身边的亲戚 朋友 可都没有了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 拼命挣扎 拼命想活着 别人期待的人啊 就算是来为家 就算风吹大 也要微笑着说我还好 我们躲在无人的角落里 天使伤疤 云民的不想要眼泪流下 我因为我真的太拼命了 我还是想要眼泪流下